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都希望大家回去思考的 這個制度 帶有這個本質的賽局 到底真實世界中 哪裡還有 我們把這個例子講完 再下課好了 我剛剛提了職業運動 球員續約 但是我對職業運動不熟 所以我就不細講了 在職業運動之外 有沒有人知道還有哪些地方 存在 這種 before and after 三民自行的優先權 我們已經看過娛樂產業了 電視影集的授權 運動 還有哪裡呢 給大家看 英國在1987年 通過的一個法案 叫做The Landlord and Tenant Act 這個法案的立法初衷 是要去保障 常年 租房子住 的這些房客 2005年 我博士畢業之後 我第一份工作是到 加拿大的蒙特樓 然後我去到那邊以後 在蒙特樓很多人 他一輩子不買房子 他就是租房子住 所以我曾經 房仲帶我去看一間公寓 然後那個老太太 應該是這個房仲聯絡了房東 帶我去看 但是那個公寓的隔壁一戶 住了一個滿臉皺紋的老太太 然後他就跟我說 這裡好 你來做我的鄰居 他是法裔的加拿大人 然後他說我在這裡 他說我是租房子 但我在這裡住了一輩子 我在這裡住了50年 This is my home 租房子 租到一個地步 就是他一輩子都住在那裡 對於這樣的老太太 如果當他活到退休 七八十歲 然後這時候房東說 我不租了 現在這個房子的行情看漲 我把這房子拿去賣 然後我這棟要改建 請你老太太 This is your home But go away 這樣子 對於這種長年的房客來說 會造成很大的問題 情何以堪 所以英國在1987年的時候 為了要保障這些一輩子的長期房客的福利 不要讓房東隨意的亂賣房子 然後就把這些長期房客趕走 然後老先生老太太又不知道 搬家也很吃力也不知道到哪去 所以訂了這個法 我們念一下這個法案的條文 The landlord who wishes to dispose of property of containing flats Must give the qualifying tenants Must give the qualifying tenants Mainly loan leaseholders and regulated tenants The opportunity to buy it And must tell them the price And other principal terms On which they are prepared to do so 如果我是房東 你是房客 你在這裡住了很久 住了20年 然後現在我房東說我要賣這個 這個房子我要賣 然後我房子我賣給別人 然後新的房東就把你趕走了 對你是問題 所以這個法案就規定 如果我房東要賣房子 那我必須要先跟我的房客談 我出一個價 我的價格我就賣給 你是我的長期房客 為了保障你住的權益 那麼我先跟你談 我用500萬把這個房子賣給你好不好 如果房客接受了 就必須賣給房客 如果房客沒有接受 這個房東才準 跑去跟其他的買家來談 So if the tenants do not accept the offer The landlord can in most cases Sale to anyone within a 12-month period provided that they offer the same interest on the same terms and at no lower price than the offer rejected by the tenants 如果我是房東 我提了一個價格給我的長期房客 如果你拒絕了 我才能夠把我的房子拿出去賣給別人 但是我賣給別人的時候 我的成交價必須要高過 我當初提給我的長期房客的這個價格 如果沒有呢 If the landlord wishes to sell at a lower price or on different terms they must first offer the property again to the tenants 如果最終我是房客 你拒絕了我的五百萬 然後結果我最後是要用這個 四百萬或三百萬賣給別人 不行 原本的房客你有優先權 你可以 如果我要用更 比賣給你更低的價格 把我的房子賣給別人 那麼你長期房客有優先權 你可以說你要吃下這個條件 那我就必須被迫 把這個房子賣給你 用我跟別人談成的那個更低價 這是當年的Landlord and Tenet Act的基本精神 大家想一想 這個法案通過了以後 對於房價會有什麼影響 這個法案 他真的可以保障到那些長期的房客嗎 還是說這個法案 會對房東們有利嗎 這個法案對房東 對於那些想要賣房子 趕走長期房客的那些房東來講 他有哪些好處跟缺點 會帶來怎樣的影響 我們可以這樣思考 我如果身為房東我要賣我的房子 先不管房客的問題 我不管要跟誰賣 大家都要跟我協商 討價還價 有可能我遇到有人他很有錢 他很喜歡我在房子 但是他有很 但是他很強勢 他有很高明的這個談判手腕 或是他的那個長相或什麼 就讓我談起來會怕怕的 所以最後就由他 所以可能我房東遇到一個很強勢的買方 可能最後我房東談成一個 不好不壞的價格 把房子賣 但是現在推出了 這個Landlord and Tenant Act 讓我既有的長期的房客 擁有優先權 這時候身為房東我能不能這樣做 我先提一個合理 但是偏高的價格 給我的房客 我才不管他付得起付不起 付不起 但是我可以先提一個合理 偏高的價格 等一下我剛剛付得起付不起 那個我們先收回 我先提一個合理但是偏高的價格 給我的房客 比方說他暫時沒有接受 然後我在出去 跟其他想買房子的人溢價的時候 這時候你覺得會怎麼影響到我跟別人的溢價 我身為房東我會更有底氣嗎 當有別的買家要跟我的房子殺價的時候 我會跟他說你小心喔 你把這個價格殺到我原本 出給我的房客的價格還低的話 他有優先權 有可能你在這邊跟我談了很久 然後你還找人來看房子估值 投入這些錢跟心血 但最後我的房客行使優先權 你可能得不到 所以我可能出了500萬的提議給我的房客 他沒有接受 可是我在跑去跟其他的買家 談賣房子的價格的時候 這個500萬瞬間就變成我的底價了 因為這個優先權 因為房客擁有優先權這件事情 讓我在面對其他的買方 我原本的出價500萬就變成我的底價 面對這個底價之後 可以讓我身為賣房子的賣方 在談價的時候更有底氣 我可以更強勢一點 然後對方知道他也沒責 他知道他原本可以大殺價的 但他現在大殺價 有可能這個價格低到一個地步 現有的房客行使優先權 買方還是買不到 所以這個法案造成立即的效果 到頭來事後來檢驗 並不是讓原本的常年房客的住的問題 得到更好的保障 沒有 但是讓房東想要賣房子的 可以透過操作 利用房客擁有優先權這件事情 去提高房東在對別人賣房子的時候的那個底價 而且今天這個底價透過這個法案 透過房客的優先權讓我這個底價是可以很堅硬 很堅固的 房東是開心的 這是當年的法案